天气冷嗖嗖的 不过为在中山北路的婚纱街 却举办了一场街头街吻秀 很多不怕冷的路过民众 用爱情的力量来抵抗发威的冷气团 先上交个记者许富来告诉大家 许富请说 好的 那么来到中山北路二段的婚纱街呢 路上的行人都把自己包得紧紧的 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冷了 不过这里就举办了一场街头的勇吻活动 很多情侣呢就穿着情侣装来参加 那么最后得到冠军的呢 是这一队穿着橘色衣服的情侣 他们呢是亲到了嘴都发紧了 手也就抱到酸了 总共亲吻了20分钟 就很幸福啊 对 很幸福 对因为我们刚刚早上教会活动刚结束 然后直接过来就 觉得很热闹这样子 为了 有听到好像活动还蛮精彩的 这一队得到冠军的准新婚夫妻说呢 他们已经相恋了10年 那么下个月呢就要步入结婚礼堂了 今天是专程来挑婚纱的 那么路上呢冷风虽然是不停吹在脸上 不过这些勇吻的民众呢 却用他们的热情来和冷气团大作战 让爱情升温 好的以上就是记者掌握的最新情形 我们把镜头交还棚内